看一看喔 其他人喔 戴斯蒙 蛤 不好像宇宙 一點也不好像 天啊你到底發現了什麼 尚安已經把自己鎖在房間裡好幾小時了 我找不到那瓶威士忌 很確定我聽到哭聲了 聽到了哭聲 雷貝卡 欸 所以咧 為什麼側側會解開這種東西 凱瑟琳 格雷德史東 這誰啊 有提到這個人嗎 1812年1月6日 相較於自己的丈夫凱瑟琳在 格萊斯頓家的生活 就顯得較為低調 凱瑟琳的父親在她3歲時死去 因此她與兄弟姐妹 瑪莉與史蒂芬 都是由母親拉拔長大 隨著年紀增長 凱瑟琳與瑪莉之間的關係 逐漸變得非常親密 她們的婚禮選在同一天舉行 場地也是同一個 而當瑪莉於1857年過世時 凱瑟琳就像失去子女的母親一樣難過 1834年凱瑟琳透過哥哥介紹 認識了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 而這兩位大人物 這是瑪莉對正對情侶的稱呼 在1839年結婚 直到格萊斯頓與1898年過世為止 這對夫妻一起共度了59年的光陰 遇有8名子女 雖然凱瑟琳出名的懶散 但她是一名聰明的女人 其一切之力於讓人獲得更好的生活 阿罕布拉的挑水者 用羊來挑水 呼茸 旁瑪玥 release 開放 Project